这里 这些都是手机装的 这些是我设计的耳环 红色的折衣是最新款的 这个有点像新加坡女孩 对 是新唐的 云芳的颜色 启发的 有点3D的感觉 是 软桃 而且你的手工都细腻 你看 谢谢 软桃 你看 你喜欢的珍珠 珍珠 我喜欢 这个手里有没有原原的搭档力 其实这个系列也是不错 很漂亮 很女人 好像沟亭里面的那些贵妃 这个就很适合你 不适合我 可是贵妃 还有贝壳 还有猪猪的 这个是 这个是给亚环带的 你真的很厉害 你是从哪里学来这门手艺一个车 刚开始就是从社交媒体 可以看到这种软桃的手势 然后就到各种的网站 学习软桃的制作技术 过后就不断地尝试 慢慢地才找到自己适合的风格 还有那个过程 可是这么多手艺 为什么学这个也可以学做蛋糕的 蛋糕就会比较 不适合 如果说我做了 然后卖不出了 真的 所以你多了 就是可以就放着 对 如果真的卖不出去 还可以一年键 这些都是我们今天会用到的那个材料 这是我们的笔布 所以今天要做那个半透明的耳环 上面有加花了 是 我会教你们怎么刁那个花 你们也可以试一下 搓软后我就会用压面机 就会压得比较一致 好像要做那个 板面 对 没人会 板面 抹茶 然后我的设计就比较喜欢做精致的花 所以都很小 这是一个小的尺寸 这个只是一个花瓣而已 对 然后就用这个针 我看都看不到 我刚才说叫我们试 我很难想象你是从零学起 现在就有很多网站 他们就会教你就可以重重学习了 那你从零到真正开始做这个生意 上网 卖你的耳环 花了多长的时间 三 四个月吧 很快 就是因为疫情车断 然后就没有东西做 每天在家就练习了 很多人都煮 像你说做蛋糕 烹饪 他就做这个 厉害 你这样不知不觉 你蓝色也做好了 所以这个是两个的花 你有看到吗 有 它这一点一点 然后把它连起来 那个瓶子这样一粒一粒 所有的花都制作好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那个主板 好 这个绿色的 我们会拿来做那个叶子 有这么多工 还有做叶子 要很有耐心才可以做这些门手艺 有兴趣就可以了 有兴趣 很重要 对 要有兴趣 你的敏感是哪里来的 我就是比较喜欢东方还有古典的那个风格 所以我的设计都以花卉为主 这样就可以放进烤箱烘好了 所以它现在白白的 好 等一下它轰了出来 这个是透明的 对 这样一边就做好了 很美丽 好了 美不美 这样 我看 我说耳环很美 多少钱 这一对 大概三十五 三十五 很合理 对 手工 纯手工的 而且独一无二的 不是 可以吗 我是不是一个美丽的模特儿 最美丽 最美丽的模特儿 我 你可以上 mi watch 免费学习选看更多 HGB太太视频